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原属于西德的这些州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原属于东德的这几个州 我们呢,先来看一下它们分别叫什么 首先是北边的这个,Mecklenburg-Vorpommern 接下来是首都,Berlin 然后是环绕着首都的这个州叫做 Prentenburg,柏兰登堡州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州,Zachsen-Anhalt 那这个呢,叫做Zachsen 最后一个,Türingen 好,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来看第一个州 位于北边 北边呢,面临着波罗的海的Mecklenburg-Vorpommern 那这个州呢,由于北边呢,面临的是波罗的海 那这个州的造船业呢,还有海运呢,十分的发达 那这个州的州府呢,是Schwerin 我们看在这个地方,Schwerin 接下来我们来看首都,Berlin 柏林呢,虽然是德国的一个大都市 但是呢,不像我们的首都北京或者是上海这样 这么呢,充满的现代化 柏林呢,是一个充满着历史感和文化气息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里面呢,看不到高楼大厦和喧嚣的人群 这是首都柏林 那见证过柏林历史的柏林墙呢,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在柏林呢,还有另外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 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图上 这些呢,是大大小小的水泥块 可能再一眼看上去不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事实上啊,这是一个犹太人纪念碑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一种压抑感 我们抬头仰望天的时候呢,会发现天空呢 是被分成一个一个小部分的 而且这个水泥块呢,最高有四米多 我们走在其中呢,想望远呢,也是望不到的 有一种望不到边的感觉 那这种压抑感呢,也是当年被压迫的犹太人的内心的感觉 德国人呢,想以这种清临其境的切身体验的方式呢 来让我们记住和反思历史 这是犹太人纪念碑 那此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建筑呢 就是这个柏兰登堡门 这是胜利女神驾着四匹马的马车 那这个雕像呢,是为了纪念普鲁士战争七年胜利 但是呢,正当普鲁士连把这个雕像安放在此的时候呢 法国人来了 拿破仑呢,攻占了柏林 并且呢,把这个雕像的占为己有运回到了法国 之后呢,我们知道拿破仑呢,失败了 那这个雕像呢,就有才能重回柏林的怀抱 所以呢,当时的人们呢,也把这个马车 叫做回归的马车 这是柏兰登堡门 好,在柏林呢,还能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交通灯 我们看到当红色的小人张开双臂的时候呢 就表示我们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如果呢,是急步走呢 就表示我们可以走了 那这样的交通灯呢,并不是在德国到处可见的 只有在柏林才是这样的 这是申请的专利的哦 那聪明的商人呢,还把他们开发成了商业的产品 在德国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这样的红绿灯 交通小人的专卖店 那交通小人 好,这是首都柏林 接下来,我们来看 环绕着柏林的这个州叫做 伯兰登堡州 那伯兰登堡州的首都呢,是 波斯坦 波斯坦 波斯坦是在柏林边上的一个小城 虽然很小,但是却是风景如画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园城市 在这个城市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独栋的别墅 很多的富人呢,即使是在柏林工作呢 也愿意去波斯坦买房 我们看一下,这是波斯坦的全景图 那我第一次了解到波斯坦呢 是源于历史上教科书《波斯坦公告》 那图上呢,就是当时三国领导人会晤的地方 此外呢,在波斯坦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宫殿 叫做无忧宫,Sansouci 那这个名字呢,是源于法文的无忧 无忧宫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州 Saxen,Saxen州 Saxen州的首府呢,是德雷斯顿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此外呢,这个州呢,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城市 叫做莱比锡 那我们所熟悉的莱比锡会战呢 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州 Saxen-Anhalt 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州 二战之后呢,才成立 也是呢,德国相对贫困负债比较高的一个州 Saxen-Anhalt 那它的首府呢是 马格德堡 在这儿 城市不大 却在历史上十分的有意义 我们所熟悉的马丁路德呢 就是在马格德堡 把圣经呢,翻译成了德文 接下来最后一个州 图林根州 Türingen 图林根是一个绿化做得特别棒的州 又由于呢,图林根呢在德国 位于它的中部 所以呢,也被称作是德国的绿色心脏 那图林根的首府呢是 Euford Euford 比首府更加出名的呢 是另外两座城市 一座呢是耶拿 这是一个大学城 著名的文学家 哥德呢就曾经是 耶拿大学 担任过他的校长 此外呢 像Sheila Shellin Ficht 席勒 谢林 Ficht 这样著名的文学家 哲学家呢都曾经在此任教过 那在耶拿大学的校园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座雕像 这是黑格尔 黑格尔呢曾经呢就在这里攻读的博士学位 这是耶拿大学 好耶拿大学著名的专业呢是他的光学专业 此外呢耶拿大学呢与这样一个很著名的Kalzais 这个公司呢来进行了合作 喜欢摄影的同学一定对这个公司呢不陌生 它是一家著名的光学仪器制造商 生产呢高品质的照相机 相头以及显微镜等等 Kalzais 好接下来 除了耶拿之外 还有另外一座世界文明的城市叫做Weimar Weimar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熟悉的Weimar共和国呢就是在这里成立的 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共和国 此外呢Weimar这座城市呢对于德国的文学史也是十分重要的 哥德·席勒著名的文学家呢就是在这座城市呢创作出了很多不朽的作品 此外呢Weimar呢也是德国古典文学的中心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的所有内容 那德国的16个周呢我们就介绍完了 谢谢大家